如果心理出现了问题 最好及时地进行疏导 心理疏导的方法有以下几种 第一 在悲痛欲绝时大哭一场 可使情绪平静 哭是解除紧张 烦恼痛苦的好方法 美国心理专家 威费雷认为 眼泪能把有机体 在应激反应过程中 产生的某种毒素排出去 第二 当受到不良情绪困扰时 不妨痛惜地喊一回 通过急促强烈无拘无束地喊叫 将内心的机遇发现出来 也是一种方法 第三 当一个人情绪低落时 往往不爱动 越不动 注意力就越不容易转移 情绪就越低落 容易形成恶情循环 因此可以通过跑步 打球等体育活动 改变不良情绪 第四 俗话说 快乐有人分享是最大的快乐 痛苦有人分担 就可以减轻痛苦 不愉快的事情 隐藏在心里会增加心理负担 大多数情况下 找人心土自己的烦恼的时候 心情就会变得比较舒畅